你好 歡迎收看4月16號的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如雨慧 花蓮縣劉琪疫情指揮中心 在今天同樣召開記者會 報告花蓮今天有55例的確診案例 而縣長徐珍貴、花蓮縣的衛生局長朱家祥 還有教育處長翁舒米也進行的說明 比方說我們的奧斯卡或是慈濟或是小加拿大 這個部分都是從旅遊團到花蓮來玩 然後到慈濟的急診室之後再獲勝開膽 所以在這裡奧斯卡的部分到現在 到今天還有一位 慈濟醫院的部分就有兩位 一位是從核食醫病房在延伸出來的 另外小加拿大美女補習班的部分有四位 也就是從補習班之後 再一輪到家屬的部分 再到朋友的部分 另外布立花蓮醫院的部分 目前有22位 那22位裡面有行政員、照顧人員 以及目前有幾位是延伸到家人的部分 不過因為家人的部分在布立花蓮醫院發生 因為院內感染之後 其實在家人部分已經是居隔的對象 已經是居隔的對象 所以這個部分比較不用擔心 另外今天新的部分是有一個 在我們秀齡區區有一個滿月酒的部分 產生出來的六位 所以明天我們在秀齡鄉會有一個快篩站 來成立 來服務秀齡鄉參加滿月酒的鄉親 所以請秀齡鄉參加滿月酒的鄉親們 朋友們如果您在今日有參加滿月酒的花慶 盡量不要外出也不要聚餐 盡量把口罩戴好 即便是您在家中也把口罩戴好 另外在外縣市的部分 外縣市的確診案例 然後疫調到花蓮來 是確診的有六位 我們才會呼籲 如果你4月11號到4月13號 記得4月11號到4月13號 你曾經到這個部立花蓮醫院的內科 加醫科體健科就診的民眾 請述到我們現在目前這兩天 在門戸醫院還有設的篩檢站去做篩檢 這是他們在整個疫情的時候 整個確診個案的時候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發現 焗 填 照 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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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